韩国新闻伦理委员会对9家媒体提出警告 原因是他们未经核实就报道了江龙熙 含侮辱宋慧桥内容的YouTube视频 之前江龙熙通过自己的YouTube公开了题目为 宋中鸡宋慧桥朴宝剑所有争议总整理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江龙熙就宋慧桥的恋爱传闻问题 上传了她与多名男演员玩沙子的合成照片 上述9家媒体直接报道了这一部分内容 并受到韩国新闻伦理委员会方面警告处分